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于是不管是在什么时候,对于我们都是最需要也是最想拥有的,但是事件人们事事总是不能尽人意。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看从下周开始那些星座们的运势会有一定的转机。 对于这些星座们来说可谓是好运相随,只要抓住时机那么必定是机会不断,而且也会因为自己的努力而收获很多惊喜和意外。 狮子座狮子座们身边的机会和机遇都是很多的,而且狮子座们也是一个非常知足的,人对于狮子座们来说,不管是在什么时候,只要是他们自己想要去做的事情那么就一定会成功。 并且你们也会因为贵人们的相助会在事业上收获很多惊喜和意外。 摩羯座摩羯座们身边的机会和机遇都是极好的。 对于摩羯座们来说只要抓住时机那么相信,必定会有好运传出。 加上你们自己的坚持和一直以来的努力,对于你们来说不管是在什么时候,都是好运相随的时候。 而且下周有木星相助,相比必定是你们全力以赴的时候,天蝎座天蝎座们身边的运势和财运都是极好的。 而且自从木星顺行之后,天蝎座们就没有停止过自己的努力。 而且下周开始也是你们给自己事业上增添新机会的时候,对于你们来说只要抓住时机那么必定是机会不断,而且也是难得一见的好运时机。 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星座人呢?快来一起留言分享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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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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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